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经度在腓立比书一章1到11节 腓立比书在归纳里边 跟以弗所书 跟哥罗西书 腓立门书这四卷 被称为监狱书信 监狱书信就是保罗在监狱里边 在被囚禁的时候所写的 那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 被囚禁在罗马 大概是主后61年 那腓立比教会是保罗 在第二次步道旅行的时候建立的 大概是主后49年 这时候腓立比教会建立大概10年 11、12年 那腓立比这个城 这个地方 或者说保罗在腓立比教会 开拓的这个过程 有记载在《使徒行传》16章 我们比较印象深刻的是 保罗和希拉被关在监狱里边 上了木狗 半夜他们在那里唱诗歌 没想到大震动了 监狱的门打开了 后来带领狱族全家信族的故事 对不对 那这封信是因为的 当时候保罗被囚禁在罗马 腓立比教会跟保罗 有一个很特别清静的关系 他们不单单是 好像保罗建立的 设立的一个教会 去开拓的教会 他们彼此之间更像是一个团队 他们有很深的友谊 在其他的地方 保罗避免被误会 被误解 所以他都不拿教会 这些弟兄姐妹的奉献 但是呢 腓立比教会跟保罗 有一个很深的信任关系 所以保罗在他的宣教事工里边 一直都有腓立比教会 在财务上 在祷告上的支持 这封信就是 保罗被囚禁在罗马 腓立比教会派了一个弟兄 叫以巴伏提 带着这个奉献来探望保罗 保罗就写了腓立比书 一方面表达感谢 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些劝勉跟教导 要拖这个以巴伏提 把这个信带回去 在这封信里边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留意的几个点 一个是因为保罗跟腓立比教会 他们有一个很亲近的关系 所以保罗在里边 比较多的敞开自己 表达他自己侍奉的心志 表达他自己对上帝的那一份 那另外一部分 当然保罗也知道 腓立比教会里面 正在面对的这个危险跟挑战 所以保罗也给他们 有一些劝勉跟提醒 我们赶紧进到经文里边来 基督耶稣的仆人 保罗和提摩太 写信给凡著腓立比 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 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 这里说写信的是保罗跟提摩太 我们在一般的时候也会这样 比如说我跟师母 如果写了代祷信 代表的是我们一家人 可是只有一个人写 可能是我写或者师母写 在这封信里边也是 他一起写表达保罗跟提摩太在一起 但是这封信从头到尾看起来 是保罗写的 为什么要把提摩太 变成是共同的写信员 一方面表达我们是一起的 是保罗认同的 再来是二章十九节 我靠主耶稣指望 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 叫我知道你们的事 心里就得着安慰 保罗也有计划 打发提摩太去到他们当中 意思是这封信 提摩太也都知道的 而且保罗愿意打发提摩太 去到他们当中 这里收信者是众圣徒 众圣徒是指被分别为圣 意思就是基督徒 诸位监督 监督比较是牧养的角色 可能是教会的牧长牧者 诸位执事 执事比较是事工执行的角色 也像现在教会的执事 同工核心同工等等 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 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这是一个问安 第一节第二节是一个问安 第三节到第八节是保罗的感谢 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 这里表达出了保罗跟腓立比教会的 那个深切的情谊 他更像什么呢 更像一个父亲 他看到自己的孩子长大成长 然后甚至回过头来表达对父亲的感谢 那种欣慰 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 尝试欢欢喜喜的祈求 其实这个心情我稍微有一点体会 就是说我跟师母每一次想到 二宠林良堂 心里面就充满了感恩 对神的感谢 对神的敬畏 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欣慰 看到很多同工弟兄姐妹 他们爱足的心 在祷告的时候 总是又哭又笑的 每逢为你们众人祈祷的时候 尝试欢欢喜喜的祈求 那么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感恩跟祷告 原因是什么呢 为什么想到腓立比教会就感谢主 为什么在祷告的时候 是这么欣慰 这么欢喜 因为从同一天直到如今 你们是同心合意的 心旺福音 头一天直到如今 就是从一开始建立教会 一直到现在 那么这个同心合意 指的是谁和谁同心合意呢 我想包含了腓立比教会 他们彼此之间 很合一的同心的传福音 但是我们从后面 上下晚更多看到 是腓立比教会整体 跟保罗一起同心合意 那么怎么样一起呢 因为保罗是到处步道旅行 原来是这个教会长期在祷告上 跟奉献上支持保罗的施工 所以就参与在保罗的服事里面 我想到这段时间 我们开始到穹林植堂 也有很多的人 其实在台湾的各地 甚至在海外 但是他们用祷告 用不同的方式 甚至有一些人 也为穹林的植堂奉献 跟我们一起 跟我们小小的团队一起 同心合意的传福音 保罗说 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 动了善功的 在心里动善功的 指的是上帝了 上帝在你们的心里 动了善功 必成全这功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那这个善功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奉献吗 指的是同心合意的 传福音吗 我想都是 那更是什么呢 从更高的角度来看 意思是 这整个在 菲利比教会里边 上帝在他们当中 有一个感动 有一个驱使 就说在信仰 更深的体会认识 对神的爱 更多的经历 对神有更多的敬畏 以至于更多 愿意回应神使命 其实包含的 不单单只奉献 祷告 同心合意传福 更包含是整个 救恩 整个信仰的成全 所以保罗说 我深信 那在你们心里 动了善功的 在你们心里面感动 引导工作 使得你们的信仰 是这么样坚固 有盼望 有信心 甚至有行动 带出来的是 同心合意 心旺福音 必成全这空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那么第七节 第八节 又等于是多一点补充 前面这个三到六节 所讲到 我为你们众人 有这样的意念 原是应当的 因你们藏在我心里 有这样的意念 指的是什么呢 包含了什么 想念的时候 感谢神 祷告的时候 很欢喜 就是想到他们 就感觉很欣慰 很为他们感恩 所以有这样的意念 而且相信 神必成全这空 动了善功 必成全这空 这件事情 我这样想你们 这样爱你们 这样子挂忌你们 是应当的 为什么呢 因你们藏在我的心里 保罗常常把 菲利比教会放在心里 常常想到他们 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 就是为主受苦 被囚禁了 是变明证实福音的时候 这里讲了两个动作 变明就是 有人攻击 救教的时候 他去说明 证实就是积极的 正面的 证明这个福音是真实的 耶稣真的复活了 这是传福音 包含的是为主劳苦 无论是为主受苦 或者去传福音 为主劳苦 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 这里我刚刚讲过 那个概念 怎么一同得恩呢 因为保罗离开他们到各地 步道旅行 但其实是他们参与在保罗的 劳苦跟受苦里面 接着祷告 接着奉献 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 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 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 他在这里保罗要表达的是 基督对你们的爱 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是指说 基督耶稣对你们的爱 也好像丰丰富富的 充满在我的心 使得我也这样热切地爱你们 这件事情是上帝可以给我做见证的 他要跟菲律比教会说 我对你们的爱 在某种程度上 就好像是上帝对你们的爱那样 这么样的热切 这么样的激动 那么九到十一节是保罗的祷告 所以一开始有保罗的问安 保罗的感谢 感恩 再来是保罗的祷告 我所祷告的 就是要你们的爱心 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 保罗这里祷告 盼望他们的爱心这么多 不断的加增 更多的丰富 而这个爱心是建立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 知识是指的对神的认识 对神的本质本性 神的作为神的心意的认识 各样的见识 这里见识比较是指动见 在伦理道德上的分辨力判断力 就是说怎么样去实践 怎么样去活出来 爱心如果没有知识和见识 那是很可怕 所以保罗祷告是你们的爱心更加增 而你们的爱心是更有知识和见识 而这个知识和见识 使你们能分别是非 分别是非在这个小字说 喜爱那美好的事 在原文其实它要表达的是 使你们能够分辨哪一些事情是重要的 哪一些事情是不重要的 各位弟兄姐妹 保罗告诉我们 基督徒就是神的儿女或者教会 有重要的事跟不重要的事 刚好我们在读菲律比的时候 刚好是医院新的一年的开始 我们得重新检视一下 我们人生的方向跟计划 我们得判断 求神给我们智慧判断 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事 得重新做一个区隔 这个分辨重要跟不重要 可以怎么样呢 做诚实无过的人 诚实无过在字面上看起来 像是指不跌倒 不犯罪 或者不叫人犯罪 不叫人跌倒 不过呢 它更是指什么呢 指在信仰上 不要走偏了 就是说 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重要 什么是不重要 我们在奔跑上 我们能够区别优先次序 能够知道方向 我们就不会跑偏了 菲律比教会是一个很热心 很热切 同心合一心旺福音 跟保罗一起 在福音事工上面 同心协力的 保罗看见他们的爱心 跟热心 那是保罗提醒他们 你们的爱心要有知识跟见识 你们才不会搞错方向 你们能够区别那个重要的 然后你们的信仰上 可以越发的成长 而不要走偏了 走偏了呢 你们就好像就 这个爱心就被滥用了 就离开上帝的心意越来越远 第二个内容 祷告的第二个内容 第一个是爱心的加征 第二个是什么呢 结满仁义的果子 并靠着耶稣基督 结满了仁义的果子 仁义在其他的地方 翻译成公义 就说我们得着基督的义 所以有神的义 在我们的生命里边 我们靠着耶稣基督 应当要结满 那个义带来的果子 叫荣耀称赞归于神 叫荣耀称赞归于神 这是我们蒙召最终的目的 也就是说呢 我们被造的人 只有真正以神为中心 活出被造的目的 人的价值才能够得到 真正的肯定与发挥 我们被造的目的是 为了要荣耀神 或者叫人应整我们 叫荣耀称赞归于神 那么这才是我们生命 最有价值得到最大发挥的时刻 就好像造了一台火车 火车它被造就必须在铁轨上面 如果它不要在铁轨上 它要在马路上 那么我们会知道 这个火车没有办法达到 它被造的目的 人被造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荣耀神 我们常常会觉得说 哎呀 侍奉神是付代价 好辛苦 没有错 可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是 好像我们给的那一块 保罗却告诉我们 我们要看到神给我们的那一块 到底我们侍奉的是谁呢 我们为了谁付这个代价呢 我们付的这一点点的代价 我们所得着的 却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 荣耀跟丰盛 这至战至亲的苦楚 我们所付的代价是这样 至战至亲的 将来就要得着呢 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是不对等 我们总是想的是 我自己对人生 有一个规划 有个期待 我这样做 这样生活 是最好的 最享受的 在几岁退休 然后呢 我可以怎么样财富自由 我可以怎么样享受我的人生 但是保罗说 不 当你这样做 当你这样活的时候 并没有发挥你人生最大的价值 你的人生并没有得着最大的肯定 那那是什么呢 是为了荣耀神而活 为了叫荣耀称赞归于神而活 这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荣耀 最大的目的 我们的生命才得着最大的肯定跟发挥 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看这一整个段落 一二节是个问安 我们可以留意到保罗 他怎么介绍他自己 他介绍自己是基督耶稣的仆人 仆人在当时候所代表的是一个 主人的财产 所以当时候的仆人是没有自己的权利的 保罗用仆人在形容自己要表达的是 他完全没有自己 有点像活迹的概念 是甘心乐意的 我要做基督耶稣的仆人 而且没有自己 完全没有自己的意思 总不能够说 主人叫我们做事 我们跟他说我不要 没有 完全没有自己的意思 曾经看到一篇文章 他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如果 今天的保罗到我们的教会里边来 我们会不会认为他太过激进 没有办法接受他 这个反应了 是不是我们在信仰上 我们并不像保罗这样 完完全全的把自己献上 我们的献上 我们的尾声 还有很多的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常常会跟上帝说 我不要 我不想 我不行 我不能 保罗用仆人来介绍他自己 他表达的是 我完全忠于主 我完全顺服主 我完全没有自己的意思 保罗一生的侍奉 他可以这么一样的专注 这么样的热切 我想跟他对自己身份的认定 有很大的关系 第二点呢 我们看到保罗的感谢 我们常常为着什么感谢 有时候也反映了 我们到底最看重什么 对不对 小的时候 我因为有一个玩具 变形金刚 我想到我的心里面就开心 就满足 就感谢 因为那是我当时候 最想要的礼物 我们的生命里面 常常为什么来感谢呢 保罗说 他感谢的是 同心合意的心旺服音 更是他表达什么呢 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 是变明证实服音的时候 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 保罗要表达的是 你们是与我一同为主劳苦 与我一同为主受苦 一同为主受苦是一个恩典 能够一同为主受苦 竟然是一个恩典 想象一个场景 一个古代的国王 那么他出去打猎 回城的时候他会冷 天气变凉了 觉得旁边有一个百姓 他看见国王会冷 他就把他自己的衣服 线上披在国王的身上 这是一个失去吗 从物质上来讲 这个百姓是失去了 可是对于他的心里来讲 他就觉得说 王披着我的衣服 回宫回他的家 他愿意接受我的衣服 我是一个平民老百姓 我可以为王做这件事 而我们要侍奉的主 他是望王之王 各位兄姐妹 得明白一件事情 我们为这位上帝 我们付一点代价 我可以为这个上帝 贡献一点金钱 耶稣说 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 就是坐在我的身上 我们愿意为了主付代价 为了主进食 少吃一顿饭 我可以为上帝少吃一顿饭 那是多么大的荣耀 我被打 我被打是因为上帝 是因为上帝 我是为了上帝的缘故被打 多么荣耀 之所以为主受苦 这个苦的本身变成是一个恩典 它在于我们意识到 我们所侍奉的这位上帝 是多么的荣耀 事实上 我们并不配得服侍他 他可以不要我们的东西 那个古代的王 他可以嫌百姓的衣服脏 说我不要 他愿意 神愿意 神愿意我们所献上的 他愿意接纳我们这个心意 我们居然可以为他受苦 这是神给我们的特权 这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 我算什么 这位万王之王 创造天地的阻碍 超越时间空间的 习在 经在 以后永在的神 我竟然可以为他牺牲些什么 这太令人震撼了 我可以为了他 这个失去金钱 我可以为了他 这个失去一些睡眠 哎呦 这是太大的恩宠 是这样的角度 最后保罗他的祷告 我刚刚有提了 我们的爱心需要有更多的知识和见识 这个知识和见识 帮助我们能够区别 能够知道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事情 使得我们信仰不要走偏了 那第二个呢 保罗祷告 盼望我们最后的结果 是叫荣耀称赞归于神 我们一生呢 我们不要被谎言骗了 我们都会以为服侍主是劳苦 是辛苦的 是付代价的 是忧愁的 悲起十字架跟随主 我们想到的是那个悲情 悲催的那一面 没有错 你得付代价 我得付代价 悲十字架 他本身就是一个舍己 但是我说 我们没有看到的是 在永恒当中的奖赏 我们没有看到是神要给我们的 是那个我们不配得的救恩 悲十字架跟随主 他就成为一个对这份爱和恩典的回应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区别 并且我们能够留意 不要被谎言欺骗 唯有活在神的心意 唯有活在神的计划当中 我们才能够发挥那真正的价值 我们才能够得着我们生命真正的意义 这是一段很美的经文 这里也反映出保罗的生命风范 他所在乎的 他所关切的 求主借着腓立比书继续对我们说话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求你帮助我们意识到 我们应当成为一个忠心顺服的仆人 更多是你的心意 更少是我们自己的邪气 求主怜悯 帮助我们 全然的跟随你 忠于你 也使恩怜悯我们 主你使我们意识到能够为你受苦 使你给我们极大的恩宠和特权 主啊 求你也帮助我们的爱心 有知识和见识 也帮助我们的一生 结满人意的果子 我们能够活在最大 最有福分 最有价值的这个目的当中 谢谢主 听我们祷告 奉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